這個腳步是越來越近 它掛材是年菜當中 不可以欠款的一道菜 所以中部鄉和行村船長為甘松 就準備了掛材 要來洗掛材分散給社区 所以船長就要請社区 有他們的民眾就會來洗掛材 現場是非常煩惱 過年的時候 因為掛材有到當年菜的協議 在餐桌上可以說 是不可以看到的一道菜 所以中部鄉和行村的村長 在餐桌上傳來的民眾 做回來當場是割菜 而且要在過年前 分散給大家 主要就是要請我們這裡 寄贛 整年跟我們成果大學的寄贛 跟我們家政班的 和我們家政班的 家政班的媽媽這些的 大家共同來DIY 也是在錄廚 也讓我們體驗一下做檢材 有的人說實在不需要做過 他們也是一個經驗 現在就是做好之後 我們當然就是這個祭工 一個人分食 大家分一稍微回去煮 還要花年 村長要搭下去搭下去 搭下去搭下去 搭下去搭下去搭下去搭 搭下去搭 搭下去搭 搭下去搭下去搭下去 也是最大的老烈 他這一份分的洗褐材 代表到過年的腳步 是越來越近 大家做會擋手洗褐材 也可以提升石窟的凝聚力 讓石窟可以緊趕發電 社群新聞正在市場上 老兄 柴鴻伯德 嘉義的整個發展裡面 我們都很清楚 產業太過單一 所以嘉義可以選擇的就業機會 相對少 讓整個世界再繼續往前走 台灣應該在未來的產業裡面 有很多的布局跟想法 未來的世界經濟 還有很多的未來產業 我們希望嘉義 可以被整個中央考慮 是有機會在這邊騰立 然後變成科學園區 嘉義變成是一個發展的重點 世界看到台灣 而且加碼我自買商要來 接這個機會我想可進步 國安會經濟部 我就把握這個集合嘉義 剛好昨天讀後 也有這個環節 也有這個註定 讓我們中央大力投資 讓他起來 以嘉義的這樣的空間 包括武員這麼廣 而且空間在做無人機 相關的這個試飛 包括測試 一般都有比都市有更大的優勢 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 明雄航太延期 有可能發展無人機 所以我們把這個地方 就變成是一個創新研發中心 我們已經跟十家業者 跟中科業簽的MOU 他們都同意進駐了 所以我們希望業長 能夠慎重考慮 我們國家級的無人機 研發測試電證中心 那未來是否有機會 設在嘉義 台體大的校區 那這個 也是屬於中央 那我這個請民主長 跟國安部 中科院 還有國化會科技部 這一方面 我們也專案來幫忙 嘉義 讓這個進度能夠快